首相署副部长兼柔佛州丹荣比爱区国会议员 纳杜威拉法利拉菲克医生疑似因为胸腔疾病 今天凌晨在笨真医院病逝享年43岁 随着这名副部长不幸离世 西蒙政府也迎来执政后的第九场补选 法利拉菲克的叔叔达乌 在笨真医院停尸房受访时指出 法利昨晚在笨真出席活动时身体没有任何不适 不料今天凌晨4点左右突然头晕 出现胸口不适以及呼吸困难的症状 家属将他送到笨真医院紧急抢救 大约凌晨6点宣告不治 法利的母亲透露儿子平时没有健康问题 即使今天凌晨留院治疗的时候 他依然忙着处理公务 对我们的zić 里面共長跟一谷 他会担好喝 她从 Sarawak里面跟她的朋友吃 她在买酒店里向我 她说她们叫她的客戏 她说她的决定 她们可能会给她的决定 她可能不在回来 她说她们不在决定 她们在决定的决定 她说她们会给她的决定 法力从政前是一名医生 509大选他在土团党的旗帜下 以524张多数票 弃走时任马华代事黄日生 和伊斯兰党候选人诺丁 当选为丹荣比爱区国会议员 法力和妻子法拉莎 育有三名年龄介于2岁到9岁的女儿 和法力交情颇深的 柔佛州州务大臣拿督沙鲁丁 得知法力的死讯后 感到非常震惊 大臣在面子书上表示 法力的离世是国家的损失 法力的遗体将会送往母亲 位于小笨真的家乡一丧 马兴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